这两顶头盔都是M1 但是一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一顶是越战的 你怎么能够区别这个两顶盔的不同呢 唯一的办法是戴在头上 重量不一样 你说哪个重哪个轻 我不告诉你 头盔 M1不同时代的M1的重量 就像语言跟文字一样 现在自从有了智能手机 大家都不写作了 每个人都逗逼逗 但是好多语言只适合文字 有些才是语言 适合说 有些只适合写 当然写还是高级的 就像方方 那是作家能写出小说的 记者只是把一个东西记录下来 而小说家才是有想象力的 才是真正的写作 好多年前 不知道谁跟我学弟孔庆东打架 孔庆东就骂了句什么东西 其实那句话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谁都骂 结果人家就都攻击孔庆东 我跟孔庆东不是很熟 但是我觉得他是中文系里边说话 特别有特点的人 可能自鲁迅以来 没有谁像他那么说话有特点 我就说 上帝保佑有语言天赋的人 这话一说 想不到就得罪人了 好多人猜我 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巴顿说的 巴顿说这话时候就穿着这件衣服 这衣服叫B3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B29 飞行员扔炸弹的穿的 我这个牌叫斗鸡场牌 Coke Cokepit 这个字本身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飞行员的座舱 二次大战美国还没空军呢 那时候说陆军航空队 阿米 巴顿戴着这顶盔 穿着这件衣服 当时说了这句话 当时是1940年的12月 希特勒已经完菜了 好多人都放心 以为没什么事了 尤其那个傻逼英国的Montgamer 我这有顶英国盔 结果希特勒在最后一刹那 派他的部队 在突出部 就是阿登 阿登森林 就是德国跟比利时之间 比利时这国家的国旗 都特向德国 哪不一样呢 就是把德国的国旗旋转40 旋转 旋转90度 就是比利时国旗 比利时加在德国 法国之间 是一个经常战乱的小国 大家大惊失色 美国有一个诗 速度特别快 叫101诗 那诗的尖头这儿 有一个标 是一个张嘴叫的鹰 就是美国那白头鹰 美国还一个诗 动作也特快 叫82空降诗 那个诗是两个A 为什么是两个A呢 据说那意思是 不像好多兵 说这兵是河南兵 那帮是四川兵 是川军 那个不是 AA的意思是 All America 就全美国打乱了 挑出了那些牛逼的人 当时的82空降诗师长 叫李奇威 后来就是朝鲜战争司令 101空降诗师长 叫马克斯威尔·泰勒 后来当过 越南战争司令 当过驻越南大使 以后跟艾森华尔闹翻了 为什么呢 他写了一本书 叫不定的号角 说这领导抽风 总是吹不定的号角 一会往这边 一会往那边 没法跟你玩了 这就是泰勒 1944年12月 阿登战役的时候 泰勒屁股中枪 美军打仗的将军 好多都是在一线的 当时他在一线 底下那些人一看 说呦 老头子来了 师长嘛 美国师长是少将 两颗星 说师长来了 师长一听说 你们他妈说话 怎么都不按照 军事条例说呀 因为他听见那炮兵说 怎么朝那马 打量炮 太老说 用规范语言 于是他手下的炮兵 就朝那个方向 规范的打了几炮 结果一炮也没打中 结果对方 一颗炮弹就回来了 我不记得是一颗炮弹 还是一颗子弹 一下就打在马克维尔 太老师长的屁股上 要是被打中屁股 是个丢人的一件事 巴顿 全身上下 有无数次伤 但最重要的是一次大战 也是屁股一次伤 巴顿反复强调 说 我那屁股伤 是我冲在最前面 我扭过头来 朝后边喊 说弟兄们往上冲的时候 被前方打一枪 打中屁股 泰勒屁股中枪之后 就回美国了 这时候就101空降师 没事的 炮兵司令迈克哈利菲 就带着101空降师 坐卡车 走了大概200英里 赶到巴斯托尼 巴斯托尼在哪呢 就是我说的 在突出部的一个小镇 我最后一次去巴斯托尼 是2014年 这是我在巴斯托尼 我当时穿的就是这件B3 当时6月是夏天 我带的就是这顶M1的亏 这件就是B3 B3现在卖的很贵 据说都是上万 背后是一辆德国坦克 我当时在这摆火 我替某国家电视台 主持一个节目 因为我在政法大学 我北大毕业 我北大学国际政治 我在政法大学 教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是什么 就是尽量用和平的手段 避免战争 战争跟和平 就是国际关系 国政系是学外交的 叫尽量避免战争 而不是挑事 所以我叫和平亚 我这腰带是 萨达姆的 那个叫什么 副总理送给我的 这是我 我一到这个现场 说话就特别连贯 这都是当时的军装 你看巴顿穿的 这叫B3 当时其他军官 穿的就没这么好 我这有一件 这个叫M43 M43是卡机布的 为了增加气氛 我穿上这个 其实我穿的的是M51 M51是模仿的M43 因为M43太难找到了 M51是1951年制造 模仿的M43 几乎跟M43一样 珍珠港事件之后 美国才有军装 就不是军装 就这种 军用牙克 第一款叫M41 就是41年的 因为41年12月7号 珍珠港事件 后来以后就造了M43 我穿的这个 就是麦克阿里菲穿的 当时麦克阿里菲 带领101空降师 坐卡车 赶赴巴斯托尼 当时冬天下大雪 室外就这样 这是比利时人 现在建了一个 巴斯托尼战争纪念馆 巴斯托尼阿登 这是巴斯托尼战争纪念馆的门口 在这纪念馆的南侧 是一个五角形的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 把美国的50个州 全都放在这了 比利时的这个巴斯托尼 巴斯托尼这一带是最亲美的 最亲美的 美国50个州的兵 全来这参加过巴斯托尼 你看这 俄亥俄 俄克拉哈马 宾夕法尼亚 俄勒岗 罗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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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德岛是美国最小的州 好像是苏格兰的传统 南卡罗莱纳 南达克塔 整个从高处看向五角大楼 是一个五星状的纪念碑 在这个附近呢 在这个附近 就是另外一个更小的小国 叫卢森堡 卢森堡美国兵在那打死了 大概上万吧 几千我不记得了 我书里写过 包括巴顿 巴顿死了之后 就埋在卢森堡 卢森堡用一块钱 永远租给美国 一块特大的山 山边埋着六千多美国兵 全是巴顿手下 你看这是宾夕法尼亚 俄勒岗 这是我 这就是101校教的英 那个101空降师的那个标志 那个美国白头鹰 在这后边 你看这一辆吉普车 这就是当时的吉普 这城里有一个老头 是参加过 经历过 当时还是小孩 他每天弄着这么一个车 就在这待着 就是这个老头 他把自己打扮成麦卡里飞 麦卡里飞 这人出名是什么呢 当时德国人给他来一封信 说你投降吧 指挥官 我们都是信新教的 都是信马丁路德教的 停止无畏的抵抗 一大腿 避免无畏的牺牲 结果这个 麦卡里飞只回了一个字 Nuts Nuts Nuts英文的意思什么 是坚果 坚果就包括什么 花生 核桃 这些都叫Nuts Nuts 十二海边上新开了一酒吧 也叫Nuts Nuts骂人 的意思就是 扯淡 胡说 拔道 扯什么 但是我老觉得 按照海明威的 按照海明威的 写作原则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文字原则 就是能站着写 不坐着写 能用动词 不用形容词 不用名词 所以你说什么扯淡 基本 都不简洁 最简洁的就是 操 而且从他是一个军人 他是 炮兵司令来说 他回答的一个字 就应该翻译成操 所以这个 这件事 我在我的诺曼底 那本书里边 详细写过 那本书是2014年 2004年出的 这件事就传到 艾森豪尔总部 艾森豪尔总部 艾森豪尔就把这个战况 报告给下边 这时候巴顿就问 说麦克阿瓦 李飞怎么回答的呢 艾森豪尔说 他说 操 巴顿一听哈哈大笑 因为巴顿的绰号 叫下水道的壁子 巴顿说 上帝保佑 有语言天赋的人 所以这句话 是巴顿的话 那年我送给了 孔庆东 一大帮人围有我 孔庆东还没谢我呢 这就是那辆 吉普尔车 我穿着B3 背着莱卡 这枪都是真的 还有子弹呢 他送给了我一个标志 这个老头 他这车是能开的 有一段视频 对 他就开着这个车 带着我 按照当年麦克阿瓦 你看 是吧 巴顿穿的是B3 巴顿当时三颗星 陆军中将 那个哥们呢 麦克巴里 这有101师的标志英 但是他穿的 也不是我这样 那是M 当然那是M43了 这是我的车 通过这座铁桥 比利时300公里 在这一带没有国界 巴斯托尼 一直到现在 比利时的人 都 对 这个 你看这个 防动面具没有 这个 现在在我的这 好多东西 我慢慢就失散 或送人了 只有照片 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M1的亏 这是抛对镜 这是抛对镜 我说了 太长了 到此为止 所以语言是语言 文字是文字 掌握最好文字的人 是作家 掌握语言最好的人 我认为是我 因为最好的语言 是骂人的话 因为最好的语言是骂人的话 我认为是有意思的 我认为是在买 最好的语言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